4月21日凌晨 苹果召开了新品发布会 正式发布了新一代的iPad Pro 苹果首先强调的就是它 使用了迷你LED的面板 那在这块12.9英寸的面板上 苹果植入了超过10384颗LED灯珠 并且组成了2596个局部调光区域 峰值亮度可以达到1600尼特 那新款iPad Pro miniLED会呈现什么样的不同呢 各位可能得等一等 但是 但是TCL2的2021重磅新品C12 我们已经拿到了 那这是一款量子点miniLED的制屏 而且获得了各种的奖项 那这款电视会不会刷新 置电对于画质极限的认知呢 我是置电实验室的小春哥 让我们一起进入TCL C12的测评 我们还是首先从电视的外观开始 TCL C12全面屏的设计 一体折弯的金属边框 屏幕的边框非常窄 屏幕顶端配有磁吸式的摄像头 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 摄像头只有在进行视频通话的时候才会自动划开 屏幕右边框处呢 标有miniLED的标识 足以看出TCL对于这项技术的重视程度 支架部分TCL C12使用了中置底座 这是目前在高端电视当中比较常见的设计 那大面积的金属材质 看上去非常有旗舰电视的质感 只是呢 这样的支架设计啊 稳定性会比传统的双脚式的底座略差一些 来到侧面 我一下子就被这台电视的金属边框的厚度劲到了 那么实测达到了25毫米 这于当下都在追求极致超薄的趋势啊 有一点背道而痴 电视背部呢是塑料材质 传统的小书包也非常的硕大 而且啊 为了包住安桥的低音单元 背部中间的部分也有凸起 看上去啊 有一种厚上加厚的即视感 那不含底座 最大75毫米的厚度 必须要注意 这款电视啊 不太适合笔刮 总体来看 TCL C12整理的做工和用力 都符合它高端的定位 不过呢 厚重的边框和熊石的机身 可能是会让新时代的用户 有一些难以接受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台电视的产品参数 那TCL宣称 这是一款由3840颗 微米级的LED灯珠组成的 迷你LED屏幕 那我们仔细翻了一下商品的详情页 也找了一下有关资料 没有找到它分了多少个区 刚才说过 苹果iPad Pro 2021款是上万个灯租 近2600个局部的背光分区 那么这台TCL是多少个分区呢 哎 让我们留个小邪念 先来看客观参数的测试结果 客观数据测试部分 TCL C12在亮度方面 带来了不错的惊喜 实测标准模式下 它的SDR最高亮度是1320.92尼特 背光强度还是非常够的 电影模式下 实测HDR峰值亮度是1398.51尼特 而面板本身的极限亮度 可以达到1420.26尼特 那TCL C12的亮度表现 在致电HDR峰值亮度排行榜的榜单当中 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 理论上 这个亮度水准 可以非常崇荣地应对高阶HDR的偏远 那除了亮度之外 TCL C12搭载了量子点技术 在电影模式下我们实测P3色域的覆盖率 是96.01% 那在支点实验室 P3色域排行榜当中属于中上的水准 色准方面 在比较追求真实还原的电影模式下 色准平均data一直是3.35 还不错 颜色没有出现大幅度偏离的情况 在默认的标准模式下 我们实测色准平均data一直是9.07 那我们可以看到红绿蓝以及比较鲜艳的颜色 都有不同程度的加深 偏差稍微有点大 那在白平均测试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蓝色有些许的偏高 整体的画面会偏蓝一些 那我们也多次提过 这是很多电视的调校方式 一定程度上的偏蓝 会让画面显得更加的柔和一点 伽马值实测是2.336 和标准值2.2还算接近 但是在5%亮度的实话出现明显的波动 这也代表伽马有一些偏小 画面会有一些偏暗 不过整体的偏差不算大 处于比较正常的水准 在颜色过度的测试当中 TCRC12在电影模式下表现比较出色 除了阳红有小幅度的偏离之外 其他颜色的过度都比较贴合标准 而在常用的标准模式下 色彩过度和色准的表现都是一样的 红色和阳红色都比调教的更加的艳丽 那从客观数据的综合表现来看 TCRC12的各项数据都属于正常的水准 没有明显的缺陷和短板表现令人满意 节目参数之后 我们也来揭秘一下 对一台电视画质影响非常大的分区恐慌 那么没有标记画了多少个分区的TCRC12 给了我们一个难题 那么只能一个个数了 大家猜猜是多少呢 160个 16个一行乘上10行 我的天 65英寸只有160个 拜托 同是65英寸的OPPO智能电视S1 普通直下式背光都有210个分区 所以 真是迷你了个寂寞嘛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台电视屏幕的客观测试 在屏幕露光的测试当中开启区域空光之后 可以非常明显的发现 露光得到了抑制 不过呢 从我们这张测试图当中也可以看到 中心点亮部分出现了明显的光运现象 而在蓝光机的星空测试片段当中 TCRC12的表现也差强人意 星空刚刚出来的时候就有非常明显的光运现象 正常运动之后 屏幕的四角也存在漏光 那在屏幕均匀性方面 我们使用50%的灰度图片进行测试 得益于迷你LED背光技术的加持TCRC12 它的屏幕均匀性非常促舍 没有出现明显的暗斑和亮度不均匀的情况 不过呢 在屏幕的四周出现了些许偏黄的情况 而且还挺明显的 还好 在运动补偿方面 配备了120Hz高刷新率面板的TCRC12 表现还算出色 那在这段对电视动态画面要求极高的测试片上 测试块在扫描过上方的数格时 没有出现破损的情况 当我们将动态补偿开启到最高档 也就是插入过度帧之后 上方的数格呢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破损的情况 下面的字母虽然运动变得更加流畅 但是也是出现了轻微模糊的情况 而同样考量运动补偿的红辣椒测试片源当中 在动态补偿关闭的时候啊 红辣椒有抖动的情况 并且周围呢 出现了大面积的光运 开启运动补偿之后 辣椒抖动的幅度就会减小 运动的更加流畅 但是呢 也有轻微模糊和脱影的情况 并且依旧有比较明显的光运 再让我们来看 对游戏影响比较大的参数 C12在游戏模式下 4K60赫兹输入延迟是13.8毫秒 它的排名是比较靠前的 而且C12的三个HDMI接口 都能够支持4K120赫兹输入 在接入PS5之后啊 可以正常开启4K120赫兹的游戏 那进入游戏之后 外面也比较正常 而且操作起来也比较跟手 拿来玩游戏 没有太大的问题 不过啊 在我们接入Xbox One的时候 即使开启HDMI增强 也没有办法开启VR可变刷新率 ALLM自动降低输入延迟 倒是可以正常的支持端 整体屏幕素质TCL C12 不仅背光分区数量远低于预期 软件算法也有点力不从心 让我们对后面的画面测试部分 表示担忧 同门兄弟 雷鸟 硬件偏硬 软件偏软的毛病啊 似乎在这台C12上 还是没有解决 让我们进入最重要的实际画面的测试 那在这个部分的测试当中 我们比较关注人物的肤色 因为人物肤色的记忆是最深刻的 所以一旦有出入 用户很容易就识别出来 那在这一段测试片园当中 C12对于人物肤色的显示是比较正常的 没有出现偏色的情况 这个呢 也和我们之前色准测试的数据是比较吻合的 暗场表现方面 我们依然使用全油来进行考量 提升了亮度的TCL C12的整体表现 让人比较满意 在有了高亮度的基础下 画面的暗场细节表现得比较清晰 服饰的纹理 人物面部的细节 建筑和兵器的细节都能够很好的还原 那在这段大战开始前 士兵被捕的雪山也可以清晰的看见 观感呢还是不错的 HDR视频解码方面 C12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高清电视常用的对比视界和电视播放常用的HRG格式 都可以比较正常的解码 不过呢 播放比较主流的HDR10的片源的时候 有些片源会出现没有声音的情况 那对于主打音话体验的他来说 有一点不应该 在线视频方面 也非常考量各个厂商的优化水准 我们在观看电影《刺杀小说家》的片段当中 马耳上的挂饰偏红依旧是比较严重 甚至有一些偏紫会影响画面的整体观感 那我们也将C12和国产品牌的海信U7G 进行了在线视频的对比 在电视剧《长歌型》的片段当中 两者实际显示的亮度水平相当的情况下 理论上 迷你LED的背光拥有更高的对比度 但是反而是 普通直下式背光的U7G 拥有更强的画面层次感 而且这种观感的差距肉眼可见 并且在色彩的呈现上 海信的这台U7G也有一定的优势 对于国内用户来讲 最常使用的有线和在线视频 那和三星索尼一样 TCL还是没有能够追上海信的表现 海信依然是标杆级的存在 从实际画面的表现来看 TCL C12没有带来什么惊艳的表现 而且在在线视频方面 迷你LED背光 在画面层次感上 被普通直下式背光的海信U7G反杀 这一点有点让我们难以接受 TCL C12 65英寸 京东售价是14,999 国民电器实际下单的价格 也要达到12,999 后身很高的TCL C12 实测下来表现是低于我们的预期的 大家对于迷你LED背光技术的期待 是可求达到OLED层级的空光效果 C12显然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得到胜任 那可怜的背光分球的数量 带来明显的光阴欲出 最终TCL C12获得了 直电实验室画质评分7.79分 那距离8分的优秀门槛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TCL C12作为我们2021年测试的 第一款miniLED的电视 它我们想象当中的miniLED 完全不一样 那这款产品打着miniLED的概念 挂着miniLED电视的价格 却没有办法呈现 miniLED电视应该有的画质水准 所以问题来了 大家认为miniLED电视的背光分区数量 应该要有多少呢 反正65寸160个是远远不及格的 那如果你想看到miniLED真正的实力 同样搭载miniLED背光的三星QN90A电视 正在测试当中 那它才是miniLED电视2021年的答案 同样65英寸的OPPO智能电视SE 它的售价是7999 画质得分更高 所以14999元这个价格 想卖吗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电视视频 那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 如果想简单快速又正确的选择一台好电视 别忘了关注我们每周四更新的电视性能排行榜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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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